注意开启功时间 漂亮 很重要啊 看看开局阶段能不能够把汽车打出来 是 应该是孙天松和林正海跳手 那么率先获得球权的是今天的国庆 要自己上了 造成了犯规 对 郭浩文要走上罚球线了 这一名小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在跟子晶哥之前在开场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 在德国的比赛当中 38分 10个篮板 他的打球风格给我就是感觉像仙道 2米的身高打空位 注意开启功时间 漂亮 哇 哇 郭浩文直接杀进来 郭浩文 抵罚命中 范冰范指导那一个国庆队 当时他就已经入选 当时还入选了国奥 杨承翰继续尝试后撤的三分 出走的第八次三分了全队 对 转换了进攻 好球 哇 郭浩文 起动速度很快 能力太强了 哦 漂亮 真漂亮这个动作 就是郭浩文 他的人球结合能力真的是很棒 也很快 而且变化很多 展示了非常好的协调性 你这样一个接近2米的身高 有这样的协调性和速度非常非常了不起 是的 刚才说是仙道嘛 如果说给一个现实的模板的话 可能巴赫拉米还蛮适合 哦 好球 打球非常稳 漂亮 这个是我们想看高中生打比赛的时候 需要这种热情 嗯 这球应该先有犯规 嗯 两分算了 两分算了 这边的U18国情男篮呢 是换上了他们内线的赵一鸣 嗯 赵一鸣今天出场时间不多 还想掉内线 继续掉内线 我没有办法 可以呢 呃 头一下 双方也是握手之翼 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对 89比63 最终的国情男篮 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战胜了新锐队 但是我们同时也把掌声 送给新锐队的球员 他们表现真的非常出色 希望年轻人啊 都可以越来越好 嗯 没错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非常感谢子星哥的一个精彩的点评 同时等会啊 今天还会跟猛哥一起为您带来 2018 耐高颠峰赛的决赛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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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